欢迎来到我们的影视娱乐党中央节目 今天我们有几条劲爆的娱乐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女演员李希瑞被曝深夜与代驾司机发生冲突 男友张腾随后在微博上公开道歉 解释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王力宏的最新动态 有消息称他已经与歌手2024签约准备全面付出 这将是他在证明清白之后的首次重磅回归 最后我们来看看大S和汪小飞的最新进展 大S再度起诉前夫汪小飞 这已经是他们的第17次法律纠纷了 汪小飞的母亲张兰对此表示心疼儿子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腾讯报道15日创造营2021 学员张腾与演员李希瑞深夜与代驾司机发生冲突 事件引发广泛关注 李希瑞的男友张腾随后在微博上发文道歉 解释当晚他们在KTV门口准备前往下一聚会地点时 新朋友误将李希瑞的拖鞋扔到代驾司机身上 导致司机拦车并发生争执 张腾表示自己没有处理好情绪 对代驾司机造成了伤害 并导致李希瑞被误解 张腾承诺未来会努力约束自己的行为 欢迎大家的批评指正 李希瑞出生于1989年 曾推出个人音乐EP光热并参演多部电视剧 而张腾则是1999年生人 曾参加过创造营2021 腾讯消息 网传王力宏已经与歌手2024签约计划全面付出 知情人士透露 王力宏与杜德伟将成为中国的补卫歌手 而日本和欧美也有相应的补卫歌手 王力宏此前因与英飞尼迪的纠纷案胜诉 成功维护了个人声誉 这为他重返娱乐圈铺平了道路 案件起因于王力宏前期李敬磊的出轨指控 导致王力宏演绎事业暂停 英飞尼迪要求解除合作并索赔 北京法院最终驳回英飞尼迪的诉讼请求 确认王力宏没有出轨的事实 这次胜诉对王力宏未来在娱乐圈的发展 尤其是在代言和综艺方面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据飞著名于平人吴清宫分析 王力宏参加歌手2024是为了借助这个平台付出 尽管他本来不需要通过参加节目来证明自己的音乐才华 腾讯报道 汪小飞与大S的离婚纠纷仍在继续 最近大S第17次将汪小飞告上法庭 汪小飞的母亲张岚在直播中透露 大S准备再次起诉汪小飞定于20号开庭 张岚表示心疼儿子 称汪小飞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打了16场官司 每次都得亲自飞过去 浪费了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 大S离婚后 事业下滑 收入减少 无法放弃贵妇生活 便通过法律途径向汪小飞索取财产 大S曾试图通过孩子和汪小飞的四幅名画捞金 但未能成功 如今她再次打起汪小飞酒店的主意 希望从中获利 张岚认为大S的行为对孩子造成了极大伤害 呼吁她不要只为了利益而活着 还要考虑名声和孩子的幸福 腾讯 韩IVE女团近日再度引发争议 其新歌MV中出现了中国山西大同万人坑的画面 激怒了中国网友 早在5月初 该女团的新歌MV因大量使用中国文化元素 如芭蕉扇 盘扣 中国节等 且在穿着上出现明显错误 已经引发了中国网友的不满 韩国知名女教授对此还曾公开批评中国网友的反应 称其为自卑感 然而 这次MV中的万人坑画面 被认为是对中国抗战历史的严重冒犯 再加上女团成员直景莲来自日本名古屋 更加深了网友的愤怒 许多网友呼吁抵制该女团的演出 尤其是在7月7日卢沟桥事变纪念日当天计划在香港举办的演唱会 认为这是对中国人底线的挑战 腾讯 嘎那电影节的第二天 红毯上众星云集 唐嫣首次亮相 便惊艳四座 她穿着一条挂博亮片裙 展示出曼妙的身材和自然的妆容 赢得了嘎那官方特写镜头 关小彤则穿了一套厚重的黑色礼服 但与精修图差距较大 引发了一些争议 张力 锤哥夫妇 安雅 泰勒 乔伊和纳奥米 坎贝尔等国际明星 也纷纷亮相 展示了各自的风采 与此同时 温毕霞和一些其他国内明星的表现 则被认为不尽如人意 尤其是温毕霞的造型被批评为塑料感过重 活动现场还有佟丽娅 关小彤和唐嫣的合影 三位美女的自然美貌成为焦点 特别是关小彤在活动上的亲熟风格备受好评 腾讯 嘎那电影节 开幕第一天 内地女演员并未获得官方镜头青睐 甚至被不知名演员万千惠抢走了风头 拱力 赵涛 佟丽娅 关小彤等演员虽然走了红毕 但并未引起过多关注 拱力虽是国际知名演员 但近年作品不多 未能获得官方镜头 佟丽娅则因国外摄影师不认识她而被嘲笑 但她是带作品参赛 并非蹭红毕 第二天 唐嫣因其主演的繁花而获得官方镜头 虽然她并没有作品入围电影节 但她的打扮和气质吸引了摄影师的注意 关小彤也连续走红毕 虽然第一天的造型显老 但第二天展示了她的大长腿优势 电影节后续还有许多内地电影人和作品将亮相 期待他们能获得更多的关注和认可 腾讯 小雨 王思聪的前女友 最近因失恋而在深夜直播中与网友互思 情绪激动 甚至上演了一段电视名场面 她在直播中透露 王思聪的分手决定让她感到意外和伤心 随后她的状态明显下滑 从曾经的精致小花变得颓废 网友们对此有不同看法 有人认为她可能精神受刺激 而另一些人则怀疑她是在利用失恋炒作热度 王思聪的前女友们 如张于希通过这段关系 获得了不少关注和资源 成为新生代演员 而韦雪则靠直播卖货 赚得盆满钵满 展现了她的聪明才智和坚韧 小雨的情绪波动是否源于失恋 还是另有图谋 尚无定论 但聪明的人会将困境 转化为前进的动力 腾讯 综艺市场在2024年迎来回暖 优酷通过坚持长期主义 推出了多档 宗恩代节目 如我们恋爱拔6 火星情暴局7等 显示出强大的品牌价值和IP影响力 优酷综艺不仅在内容上不断创新 还在锤类赛道上深耕细作 推出了这 就是灌篮六村BAG等新节目 满足观众多样化的需求 优酷综艺的成功在于 其对市场变化和用户需求的敏锐洞察 以及对内容品质的追求 通过长期主义的理念 优酷不仅在综艺领域稳步前行 还探索了影踪联动等新模式 为行业注入新鲜血液 未来 优酷将继续深耕综艺赛道 推动行业的发展 腾讯 杨幂因新作 《哈尔滨1944》和《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 而陷入演技争议 央视著名编剧汪海林 在节目中直言她的演技 基本功不扎实 表演流于表面 适合演偶像剧 而非需要深度角色贴合的谍战剧 杨幂的演技 短版暴露无遗 但她在娱乐圈依然是顶流明星 这揭示了娱乐圈中戏混子的现象 许多演员 如居静一 江书颖 黄磊等 演什么都一个样 缺乏角色多样性 还有一些演员 因长期饰演 同类型角色 导致观众审美疲劳 如张艺 近东等 更有一些演员 通过大制作电影混票房 但角色含金量不高 如杜江 要成为真正的好演员 需要不断突破自我 提升演技 腾讯 在国剧市场中 都市题材一直都是香波波 一般的存在 比如2020年的安家 2021年的理想之城 2022年的风吹半下等 几乎每一年 都市题材都会给观众带来几部王诈作品 然而近几年 都市题材却少了新鲜感的设定 千篇一律的狗血套路 也开始让观众逐渐感到审美疲劳 今年播出的城中之城 城欢记 春色记情人 虽然有央视脱底 但是成绩却并不理想 想要比肩经典 还差了不少意思 哪部作品能够破局 其实我最为期待的 就是老家伙了 铁齿铜牙继小兰 铁三角再次回归 众多国家一级演员坐镇 演员全是观众的老熟人 金牌编剧赵东霖操刀 这部积压了两年的剧作 眼下该剧开播 便拿下卫视收视第一 火爆程度可想而知 但原以为是又一部都市剧天花板 没想到开播差评不断 观众的差评理由还出其一致 俗套剧情和假穷人设定 让观众失望透顶 家庭关系窒息 轻工具演技让人频频出戏 铁三角一成不变的演技 太出戏 观众期待的搞笑情怀 变成了无聊的家常理短剧情 腾讯 随着生活节奏加快 人们所承受的压力与日剧增 正因如此慢综艺节目 逐渐崭露头角 成为综艺界的新宠 这类节目以其悠闲自得的风格 为人们提供了一种 失酒田园的放松方式 让大家在忙碌生活中 找到片刻宁静 而作为慢综艺的代表 湖南卫视的《向往的生活》 绝对榜上有名 虽然之后节目口碑下滑 但《向往的生活》 依旧是一部出色的慢综艺 去年该节目暂时告别后 最近湖南卫视 又带来一部全新的 慢综艺节目灿烂的花园 这档节目的灵感 来源于演员张颂文 他在北京郊区 租住多年的小院 将被房东收回 张颂文发愁 自己院子里的花草 不知道往哪里放 这个情况 就成为节目创作的契机 于是制作组 在同一个村的另外一个地方 打造花园 让张颂文的花草们 有一个着落 张颂文也在全新开张的 《小熊花园开园》 迎客记录演员和生活的关系 分享表演心得 节目首播就拿下收视第二 之后又拿下收视第一的好成绩 话题讨论度也很高 全网拿下238个热搜 播放量更是破三亿 节目口碑也不俗 不少观众看完都给出称赞 张颂文用自己的方式 诠释了何为真我 让人期待接下来的节目中 还会带来怎样的惊喜和感动 腾讯 最近应该很多人都看了电视剧《不可告人》 该剧凭借剧情故事紧凑 演员表现出彩等亮点 迅速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目光 剧中云集了多位实力派演员坐镇 而且都是熟面孔 譬如张国强 赵阳 刘亦军及王同辉等 他们在很多剧里都有很出色的表现 备受观众的好评 剧中除了老戏谷 还有多位青年演员加盟 其中颇为抢眼的要属杨乐饰演陈家栋 这个角色是个反派角色 而且还是个很角色 从温文尔雅到并交极致疯狂 人设不要太带感了 让人看着好上头 尽管角色非常不讨喜 但杨乐此次又以反派出圈 他也再次凭借精湛演技 获得观众的认可 杨乐与角色陈家栋反差极大 他的细腻又富有张力的表演 很好地将这个角色呈现在观众的面前 并成为整部剧令人难忘的角色之一 杨乐在剧中的惊艳表现 成为了全剧的最大看点之一 虽然她的是反派角色 但只要塑造到位 也依然能够让自己出圈 还可以赢得观众的好评 这一点杨乐做到了 杨乐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实力 撕掉了新二代的身份标签 期待她今后有更多的优秀作品 和角色带给观众 腾讯 近日 关小彤以一身 黑色丝绒高定礼服 亮相嘎那电影节 拿真的女孩 手印红毯 宛如一只高贵典雅的黑天鹅 她的造型 与日常甜美风格 形成强烈反差 短卷发 更显东方美人的魅力 完全抗住了外网的镜头 第七十七届 嘎那国际电影节 于2024年5月14日 至5月25日举办 吸引了众多国内外演员 和导演盛装亮相 关小彤的亮相 无疑为嘎那红毯 增添了一抹 靓丽的色彩 她的高贵典雅 与青春活力并存 成为红毯上一道 靓丽的风景线 腾讯 近日 网上爆出 疑似于适合 胡连心的小视频 引发了 双方粉丝的激烈辟谣行动 粉丝们 要么寻找视频 为AI换脸的证据 要么找视频主角 另有其人的证据 甚至催促工作室维权 尽管中途 波及到其他明星 但于是和胡连心 依然保持活动 和宣传新戏的节奏 网友们 通过各种线索和细节 试图揭开视频的真相 甚至发现了两人 曾互相关注的证据 尽管视频的真实性 尚未确定 但胡连心无疑是最大的受害者 无论视频真假 事件的发酵 已对他的名誉和事业 造成了巨大影响 粉丝们呼吁 通过法律手段 保护自己 腾讯 竟于年第二季 今晚开播 范若若和范贤的关系 成为观众关注的焦点 尽管范若若 对范贤动了男女之情 但范贤始终视她为妹妹 并且已经有了林婉儿 在第二季中 范若若可能会被 指婚给靖王世子李鸿成 而她对范贤的感情 也将面临考验 范若若知书达理 聪慧大气 从小就崇拜范贤 但范贤对她的感情 始终如兄妹般纯粹 相比之下 林婉儿的沉静性格 更适合与范贤相伴 尽管范若若 在心里永远无法放下范贤 但从性格和背景来看 林婉儿才是范贤 最合适的伴侣 庆帝的强行指婚和权谋 最终无法改变真情的归宿 范贤和林婉儿的感情 也将继续成为故事的核心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